中华邮政公司从7月份开始 帮忙原山农友网络行销红星巴勒 结果大为畅销 共售出1611箱 而农友也承诺 每箱捐出10元回馈公益 所以今天一行 来到同乐国小 将义卖款向16000多元捐给校方 作为极难教育基金 如何让这些我们辛苦耕种的这些 能够让它的这个产品 能够销售到我们全国各地 这是我们邮局 以及我们台湾医生协会 一起努力在耕耘的 那么这些产品 我们在我们的邮政的商城里面 有一个iUgo平台 开放给全国所有的 这个消费者 来选购 所以我们当初的承诺 只要能够销售一箱 我们就捐10块 结果我们在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期间 我们就卖了1611箱 你说 好不好 成立好不好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钱 用在学校最需要的帮助的部分 那学校如果有弱势的孩子 需要这笔经费的话 我们一定会好好地运用这笔经费 来帮助孩子在求学上 不管是在社团的展能 或者是课后照顾班上 一定让孩子能够未来跟像我们的大学长一样 有能力来回馈我们的社会 回馈我们的母校 好不好 对中华邮政还有农友的典力相助 校方更是以学生的摄影精选作品 来作为最特别的感谢卦 中华邮政也表示 只要在地小农友需要 这项公益活动会继续传承下去 欢迎来农宅 友爱农宅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